山姐朱慧珊在1985年 憑著亞洲小姐選舉入了我們的娛樂圈 因為她的形象正面健康、高貴大方 所以深受觀眾歡迎 除此之外,同事也非常尊重你,山姐 多年山姐擔任過很多不同種類 大大小小綜藝節目的私宜 如果有山姐在,她的partner一定很放心 因為有甚麼事發生 山姐都可以定過台友去應對 你知道為何山姐會定過台友嗎? 告訴你,原來她曾加入了亞洲電視的新聞報 成為全港首位的電視藝員 是一個新聞報道員,厲害吧 很厲害 我們對山姐的工作就知道了一清二楚 但私底下,她有甚麼事後呢? 我想不僅是我,很多人都會想知道 你看完亞洲之子、亞洲街人選舉 山姐的自我介紹之後 可能就會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沒有想過自己要刻意做甚麼形象 對我整個人生其實都會有得著的 我相信也是我唯一一份工作 在螢幕前,朱惠珊做出一份優雅能幹 大方得體,態度認真的專業形象 和他共事會倍感放心 看他演出,亦賞心悅目 歸為亞洲電視的金牌花彈 山姐散發出的獨特氣質和魅力 確然令身邊人都為之著迷 可以說是一個難度高的挑戰 我自己的底下比較靜態 而且我不是那麼強的人 其實我是比較依賴性、重點的性格 而近期我愛上了上網購物 我發覺我一上網 又可以上很多小時 而且你不斷看東西 看東西你又可以忘記了所有東西 這兩個都是挺好的辦法 朱惠珊當年陪同好友 參與首屆亞洲小姐競選入行 在演藝圈裡 她嘗試過不同的崗位 也慢慢找到屬於自己的路 我們當時選完亞姐之後 當時基本上拍劇, 試過拍劇 而且拍劇都是女主角 完全不會拍戲, 都被你當女主角 我記得第一年也拍過很多劇 由第二年開始才不開始做主持人 但是我覺得我不太適合拍劇 因為第一, 我覺得我捱不到 拍劇的時間, 天夜顛倒 還有很長的時間 後期第二年, 我有機會做主持人的工作 我覺得我比較喜歡做主持人 因為我比較喜歡說自己的東西 多於你給我一個劇本 讓我做別人的角色 做另一個人 反而我覺得不太喜歡 讀書的時候 其實我不是很說話的人 其實我挺害羞的 我不會很主動跟別人說話 但偏偏我會做主持人 主持人就是要很多話說 例如我訪問, 我要主動跟別人說話 這些一路一路 其實我覺得是入行之後的 很多機會 然後加上是一個訓練 而我自己又覺得我真的喜歡 所以就一直做到現在 所以娛樂圈可以說是… 因為電視, 做主持人 可以說是我第一份工作 而且我相信也是我唯一的工作 口才了得的珊姐 一直以來主力負責主持工作 在1999年, 她更攝足亞視新聞 成為香港首位 擔任新聞報道員的演藝人 人應該要求自己不斷進步 而且應該要不斷學一些新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 譬如入新聞報做一個主播 看表面的難度 其實應該難不了我 因為我們始終都做了這麼多年 當時也有些經驗 唯一就是可能對新聞的熟悉程度 或者整個… 你去了另一個部門 究竟你可不可以融入部門 那樣東西 我也覺得我應該要去接受這個挑戰 所以我就答應了 事實我自己覺得 現在回想起來我絕對是對的 我進入新聞報的那一段時間 尤其是由報新聞開頭的那段時間 是我想我進入演藝圈最辛苦的時候 之後其實我是做很多新聞報的資訊節目 原來做事的方式跟我們在中藝部是很不同的 因為除了出鏡之外 幕後的東西,找資料 或者譬如我去訪問一個嘉賓 可能連一些問題我自己都要去寫的 當然有些編輯或一些新聞報有些人 可能他們會幫幫我 但始終自己參與的部分也很大 美光燈下的山嶼 同樣有種攝人風采 只因一切都是由心而發 這隻就是我的小狗狗娃娃 是一隻Giwawa 這隻是阿芬 阿芬是娃娃,自小式的小朋友 其實我覺得養這隻小狗 我當作牠是我自己的女兒 真是一個小寶寶 其實真的人生或自己看東西 都會有些不同 因為以前可能很多事情都只是想自己 或者只顧及自己就行 但現在你會覺得要照顧牠 而且真的照顧一隻小動物 跟照顧一個人都是差不多 其實你要給很多的愛心 要很多的時間 尤其是因為這隻狗特別多病的時候 牠真的最生病的時候 然後我每天出街都要定期打電話 回去問一下傭人牠怎樣 甚至餵藥的時間都是我自己親自餵 是很多耐性訓練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不僅對我的工作 其實對我整個人生都會有得著 這幅畫是娃娃三個月大 照片是這樣的 有一個老闆的朋友 他很喜歡畫小狗的畫 他跟著娃娃這張照片 畫了一幅畫,真的很像 你好 乖了 我是算好行為 我是做過很多 真的很多不同類型的節目 譬如說中藝性的有 一些新聞性的有 甚至時尚 而且譬如說做的工作崗位 除了是幕前、幕後 我亦試過 你現在問我喜歡有什麼很想做 或者我還沒做過 其實我真的想不到 但如果… 其實現在往後的指令 我自己想做什麼 我想我最喜歡做的 我會喜歡做一些現場的節目 因為其實那個挑戰性大一點 還有滿足感也會大一點